嗨,歡迎收看EatingKey 過去這幾集反應都相當好 然後我發覺產生了一個誤會 我好像令到大家以為我很有技術 很會煮東西 我怕令大家這個誤會會加深 所以這一集我要完全展露我一個無技術可言的烹飪 究竟是什麼? 立刻為你示範 首先就是來介紹一下我們的材料 沒錯,就是它,它叫做雞腿 它還要是天生一對 還要是特價15.5 我怎麼可以不買呢? 你看手掌這麼大,是不是才有一對 好,老規矩先用牙籤摘起一束 然後用來刮它的表面 好,OK 然後怎樣呢? 沒錯 我要用保鮮袋去醃它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你可以省很多醬油 如果用碗的話 你就要浸滿碗的醬油去醃 然後就是胡椒粉 然後就是蒜 那是不是用最少的醬油醃到最大表面積的材料呢? 是不是很節省? 節省很多的 好,接著把它閒至15分鐘 在等待的期間 當然不能浪費生命 這15分鐘我就會用來做什麼呢? 做麵膜 不是野小的 這個叫做蠟穀眼膜 蠟穀是一種 包裝得很嚴密 蠟穀是一種很珍貴的材料 通常是要用幾噸的蠟穀才可以提煉到 大約十多g的精油成份 這個蠟穀是蠟燭的蠟 蠟穀眼膜呢 它有一個淡淡清幽的菊花味 好了 我們就在這裡醃一隻雞腿 15分鐘就做了這個眼膜 先把雞腿拿出來 你看看 是否用最少的豉油醃最大的雞腿 接著呢 這些花生東西要放下 這次我就選了這個千里香 好 全部都有了 然後又怎樣 就這樣 NO 兩個九銀錢的鹽 先鋪了底 不知道行不行 儘管試一下 接著呢 就把它放下去 然後再鋪 200度 氣炸它 30分鐘 好 那這30分鐘做什麼好呢 當然是再心狠手辣一點 沒理由真的對眼看 很漂亮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 這30分鐘呢 我就會拿來做這個 羅馬羊金谷凍膜 之前那個就是檀香 這個就是羅馬羊金谷 30分鐘後 看看有多漂亮 由於心情實在太興奮 所以我用這個角度 跟大家來Present 30分鐘後我們的成果 好緊張啊 究竟在這些鹽下面的那隻Gilbert 會變成怎樣呢 吃不吃得呢 真的很緊張啊 哇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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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OK 好 現在我們來看看成果 我們先看看肉汁 哇 好汁喔 你看看 是不是 可以保存得相當汁 嚐嚐 好一點 一層皮呢 是因為有鹽 所以會鹹一點 如果只吃肉的話呢 很汁 不是開玩笑 哇 你看看 好 嗯 是否很不難做 是否毫無技術可言呢 希望這一集能夠充分澄清到那個誤會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介紹的話 希望你可以在課金裡幫幫忙 好啊 這一集到此為止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嚴局Gilbert 就這樣 one more thing 配爾 台灣榨菜 粟米粒 銀絲米粉 噔噔 有一隻題外畫的 如果它是黏底的話 有一個方法可以很快地清洗 就是把一些用過的塵鹽 放進去 然後大概是浸它半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很容易清洗